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吃什么之这里view美食 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的7月13号星期二 好 那今天来聊什么呢 说真的一样是来聊一下外送 外送的东西 今天其实应该算是微解封的日子 对 等一下再来讲这个 先来聊一下外带外送 那反正这期间我都几乎 都是用那个Uber E在叫外带外送的 那其中我就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有买 个人有买那个Uber Pass Uber Pass就是一个月付大概200多块钱 然后你坐Uber也打折 然后你叫Uber E的外送的话 200块以上就免运费 但是我就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每次只要叫鼎泰峰 那个免运不管怎么样就是消不掉 不管反正我就想吃顶泰峰 就会叫就给他免 就不管钱就加上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 嗯 事有蹊跷了 但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每次只要顶泰峰叫的 来的速度都超快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跌单跌的很严重 他们叫夹单啦 就是一个外送员 可能某一间店 他就是不是只有送你一间 他就可以直接送两三间 两三户人家 他可能拿三份拿四份 然后一个点一个点送 所以你可能如果你不幸的是最后一站最远的话 你可能会等比较久 可能会等到半小时之类的 看你远近啦 反正就可能会比较久啦 然后你也可以从UberEast上面看到就是 他会有个什么 Next Stop 就是下一站什么什么 你就知道他那样子 一站一站跑 那顶泰峰呢 就完全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就是一站一站式就直接到你家 就直接过来 完全不绕路 那我就觉得很好奇 是不是因为顶泰峰有跟UberEast簽某些合约 就是说他们我们就是要马上即时的送到你的手中 对 后来呢到处问发现 哦还真的有这种东西 对啊 都 而且我找了一下Uber条款都没有讲到这个 就他们自己默默做就觉得有点没送 说真的 像那个最近UberEast 偷偷涨了那个运费 我觉得也很 他都不讲的 我觉得很讨厌啊 对啊 真的是 好 那有两间 大型连锁企业 是有签这种合约 就是直接送到你家的 完全不会中停的 就直达车就对了 就是顶泰峰 果然被我猜对了 另外一间是 那个麦当劳 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 麦当劳我没有叫过UberEast 麦当劳 可能就直接欢乐送直接过来了 我没有叫UberEast 那反正这两间 真的是厉害 果然大企业跟大企业对谈 就是会有奇怪不同的权利 然后我朋友店家说要谈这个 不行 没有这种东西 对 就是这样子 那 刚刚说来谈UberEast 的什麽东西呢 就是 我想说我自己 UberEast用了这麽多 我自己是不用熊猫的 我不用熊猫 那 我就很好奇 我身边的朋友 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 会看我 看我IG的人 他们是怎麽 那个 我就做个小投票 看一下我的同文层 到底有多厚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就是 只用UberEast 那 我呢 就是稍微投了一下 那 大概有三百多个人 看过 投票数大概破百了 就蛮高兴的 蛮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去年我做那个 那个 米其林星星的问卷 回收不到一百 一百人 那这投票看起来超过一百了 我觉得今年应该很有希望 可以破百张问卷回收 希望可以 希望大家多帮忙 那我就公布一下 那我 投票给了四个选项 就是 第一个选项是 你只用UberEast 点餐 第二个是你只用熊猫 第三个是 你用UberEast 比较多 第四个是 你用熊猫比较多 那其实这个 我觉得可能要分区 还是什麽的 那反正我就不完全混在一起 因为我没办法做这麽细 那目前看出来呢 第一名 第一名投出来的是 只用UberEast 对 好 第二名是什麽呢 第二名是 用UberEast 比较多 这个 嗯 其实 可能我同文层比较厚 所以会这样子 那第三名是用熊猫多 那第四名是用 只用熊猫 这个 只用熊猫的人 只有两个 事实上是 蛮少的 蛮少的 那为什麽我会想要做这个 那 那除了我自己好奇以外 因为其实最近也是 有在跟人家聊 跟一些朋友 他们想要上 UberEast的上架 那想要跟他们多多聊这个 然后就发现 嗯 对啊 就是 好像我身边的 都是用UberEast的意思 那如果 可能 我猜可能是我的同文层 那我也跟他讲说 为什麽我只用UberEast 对 因为我觉得UberEast 整个的感官 让我觉得比较好 行外送员的一些态度啊 还有那个服务的品质 我觉得啦 其实早期很早期 我是有用熊猫的 那后来反正就很久没用 就直接被卸载了 对 那几个人的回应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 那个 UberEast啊 它在退费的时候 退得非常的干脆 退得非常的干脆 我之前好像也有提过 忘了哪一集也有提过 就是我只要发现 哪个东西 有缺 我好像也不用照相 我只要 可以跟他们说 诶 这个东西 没有来 或是有说错 他就整份餐点 那一份 不是整张单子 是那一份餐点 就直接免钱 好 然后对比熊猫呢 熊猫就是 你可能会跟AI 在那边 他在那边 喇敌 你就不知道 他反正就是喇来喇去 还讲很不好笑的笑话给你听 你只会更怒更气 然后 他熊猫的方式 不是退你钱 而是他会给你一个coupon 会给你一个credit 写给你下次 会多送你钱 给你下次用 对 那其实这两种做法 其实说真的 哪个赔的比较多 我觉得 其实是熊猫赔的比较多 因为他还多送你钱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光是那个service的 整个服务的当下 你的 那个 情绪跟气氛 Uber Eats 是可以很快 很快的 就 就卸除掉的 那熊猫 我个人感觉 熊猫 这种方式 你就跟 非真人 AI在那边对话 然后又讲不好笑的笑话 然后给你coupon 我觉得那个 痛苦的程度 拉得太长了 有人说 长痛不如短痛 对不对 熊猫是他妈的拉超长 让你痛到翻掉 然后最后给你50块 就觉得我痛这么久 你给我50块 不痛不痒 Uber Eats 直接退给你 事实上我自己觉得 因为连我朋友也是 就是 我其实不希望餐点送错 我不希望吃到一份免费的餐点 是我送错 或不对 譬如说 我就是鸡排 我不要辣 你还是送辣给我 那你免费给我 我还是不会吃 对不对 或者说我就是很想喝一杯饮料 或是我一个便当 我很想喝一杯冰凉的饮料 或什么的 你就少那个饮料 我就不爽 我还是要叫一次 因为说真的 他出错给我 我还是要叫一次 但是他如果能够快速的 卸除我的这种情绪不满 跟不爽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服务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当机立断 马上解除掉user的不爽 那熊猫市你就觉得说 妈的我叫错了 我还浪费 我还在叫一次 那我钱退不退回来 我还不知道 就这个就 感觉就差非常多了 就差非常多 那 一样我觉得Uber真的 这部分做得很好 那像我之前在做Uber的时候 就是做那个计程车 这不是在台湾 我记得在美国 然后他们 我发现怎么会绕路 就好像那个司机也没有跟我们沟通说要走哪里 然后发现 他妈的你绕了一大圈 多了几十块美金 我就很不爽 就直接就客速 然后 真的超夸张 我玩客速完 马上他整个那个路径重算 钱重算就直接退回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但我 当然我不是说就是你要去偷这种小便宜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绕的太夸张了 如果说是为了省时间或什么的话 绕路 我觉得是 你就不要去客速人家了 对 反正就在合理的范围之下 我觉得其实Uber也很信任他的使用者 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Uber的成本居高不下 因为可能很多吃白食的 对不对 其实我最近很无聊 会参加一些神奇群组 比如说UberEats的业主的群组 就是里面就是餐饮店 然后他们是开餐厅的 然后有UberEats的 就在干谣说 真的很多人在那边吃白食 就比如说缺东缺西 就他们说越来越常发生这种事情了 后面怎么机制怎么算我不确定 但是在这个情况 这个moment之下 是有人这样做的 我觉得很夸张 因为我个人觉得说 夜路走多总会碰到鬼的 对 因为我之前也上管理学 那他们也是说 就是你不要一昧的去防堵人家 对不对 就是你做一次做两次做三次 只要Uber发现 你这个人是惯犯的话 他就直接可以把你block掉 你以后就不用用了 对 我觉得这个 他可能也用这种方式 反正现在大数据很厉害很流行 你这样子一次乱搞 两次乱搞一定某一天会被block掉 你觉得说你可以再申请一个吗 我觉得ok fine 但是你真的有必要去 为了那几十块去做这种事情吗 我觉得很不解 那熊猫就是那种 我要卡得很紧 我要确定你是不是真的 就是你是想要吃把晚餐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 使用者我觉得TA可能就区分 就会区分出来 对 然后我也知道之前那个熊猫好像出月费 好像特别便宜 对不对 对 就类似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光是这些感受 我就觉得 我会继续用Uber 然后 那个 Uber Eats 那个 他的Uber Pass 我应该也是会继续买 虽然说我也发现一个很不爽的事情 就是 在那个 很忙的时候 就是用餐时间 很多人叫Uber的时候 有些餐厅你会叫不到 为什么 因为 对 这是我猜的 因为 我是不用运费的 所以我太远的餐厅我叫不到 但是我可能拿我 拿我妈的手机 她没有买Uber Eats 她没有买Uber Plus 然后呢 她就叫到那间餐厅 因为她的运费是不能省的 所以 她就可以叫的到 所以我觉得说 呃 这种情况好像 你直接把运费加在我身上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说真的 因为 没办法就见风时刻嘛 但是我觉得你 直接让我不能叫那间餐厅 我觉得 你是在惩罚Uber Pass的使用者吗 我就觉得 不是很舒服啦 说真的 对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她整个 整套下来 我觉得她 让我感觉的那种服务满意度 其实是很高的 然后如果从那个软体的角度来看 软体那个整个界面啊 UIUX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也是比较喜欢 那个Uber的 Uber整个用起来就是 就是顺 我就觉得很顺 那 然后 熊猫我就觉得 用起来就 好像卡卡的 没有做得很完整 所以我觉得Uber 其实她开发能力 甚至也是蛮强的 然后 熊猫 我觉得有一个 我比较 无法理解的一个情况 就是她之前有在推说 外送 内用 军衣架 我觉得 无法理解啦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是一个 非常 我觉得很吊诡的事情啊 你内用本来就是 没有了你的平台费 跟没有外送 外送费另外算 我 我真的不觉得 外送跟内用 需要均一价 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啊 对 那你如果就是想要 爽爽的躺在家里 然后 那个 饭来张口 对不对 茶来伸手 你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 所以 所以 店家 要吸收你们平台 30几%的成本 那 我是 我是觉得可以 我接受店家 去涨一些价钱 或是料给少一点 这是我可以接受的 我反而觉得 店内跟外带价 均一价 这个是 不对的 我觉得这个不太对 我就觉得怪怪的 那 果然反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 其实有时候我点 看Uber 点Uber的时候 除了点他的评价的话 我还会去看一下Google Map的评价 就有人去干谣说 明明 店内跟外送 就不一样价钱 就是 他是叫熊猫 然后 然后明明 店内外送 就不一样价钱 然后为什么要写一样价钱 结果 店家的回应是说 他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那时候签约什么 他也没有说要均一价 但是熊猫自动把它弄成均一价 还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有很多奇怪的那种 那种纠纷 我自己是觉得说 你店内用跟外送 本来就不应该同价钱 对不对 我是这样觉得 因为毕竟有很多其他成本跑出来 那熊猫跟UberYes的平台 就讲到这边 另外一个我觉得 有值得讲一下 就是 我觉得我要跟一间餐厅道歉一下 这间餐厅是网品 其实我真的早期真的很讨厌网品 那最近的陆陆续续 就是叫了元烧 然后又叫了网品 网品是我朋友跟我讲的 说他觉得网品的那个 那个完整度啊 真的很高很贴心 我就叫了一次较量 所以我觉得 Oh My God 网品真的是 我觉得错怪他了 他可能在内用方面是不OK的 但是我觉得他在 他在外送方面 真的是好宝宝 模范声超强 我觉得他真的是 让我觉得 在外送的体验上面 外送外的体验上面 是到达一个第一名的水准 甚至连鼎太风都比不上 网品 我叫了什么呢 我叫了那个 那个 非力牛 非力牛排吧 非力牛排 对 那 而且说真的 不贵哦 那个份非力牛排 才350块 然后你想想看 他还有平台非要抽 然后一块非力牛排 里面下面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那个血水或什么的嘛 他下面铺了 那个洋葱 就是一小片的 不是一小片 就是 铺洋葱在下面 把那个血水跟肉隔离 然后又有一个 甜地瓜 蔬菜有甜地瓜 然后还有花椰菜 然后他是用铝箔纸包起来的 到这边都还好而已 对不对 好 他的铝箔纸下面贴了一根 暖暖包哦 我真的觉得 我没有看过 真的没有看过 贴暖暖包 对 那暖暖包是黏的 就 我不知道可能是 反正他公司这么大 应该可以克制嘛 暖暖包下面是黏的 跟你讲 我看过保冷袋 保冰袋上面有的没的 他竟然可以在席箔纸上面贴暖暖包 我真的觉得超贴心 真的太厉害了 好 然后呢 他里面 还有一个小包 就是 那个 附一些餐具什么的 纸巾 这一定有 这很基本啦 什么刀叉 纸巾餐具 这个很基本 他还送了两片的酒精棉片 真的是 我 这个我不一定会用 可是我觉得说 这个看起来就是贴心 用心 贴心用心 然后呢 再来就是 他还附了一张 那个 算是给你 垫桌子的 垫桌子 然后上面写什么 反正就是防疫加油啊 大家辛苦啦 什么的 你就觉得好暖心的 我原本以为那是一张卡片 结果摊开一张 超大的 超大的一张纸 就觉得 那个应该是给我铺 铺桌子 铺桌面的 那反正桌面铺了 东西放上去了 好 一个小小一个 沙拉吧 马铃薯沙 反正就是像沙拉的东西啦 我没有吃 OK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哦 好贴心哦 诚意满满的 真的 然后 他的袋子啊 他袋子不是说丢进去 袋子随便贴 他贴起来就 就 他贴的 蛮用心的 然后上面呢 还有一个 就是 一张小卡 他就写就是 这一份 餐点 包装人员 是谁 他有写名字哦 有写名字 然后呢 他还有那个 这个人的 今天量体温是几度 虽然我觉得 可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 感受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可能不会在乎 是谁包装 我可能不会在乎 他温度几度 我可能不会在乎 你是不是有给我一张餐巾纸 就是 垫桌子的纸 但是这整个的 那个用心程度 跟那个细心 真的让他觉得 蛮贴心的 而且 你想想看哦 才350的便当哦 因为除了外面 其实随便叫就200多了 他只是多了 多了100多块 就对我来说啦 多了100多块 牛排 有菜 有沙拉 然后又这么多 贴心的小东西 对不起 我就被收买了 对 我觉得说 高度SOP化的餐厅 不是没有 有好有坏 我只能说有好有坏 内用我很不喜欢啦 但是在外带的话 他真的是做到淋漓尽致 真的值得给他掌声鼓励 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我之前都是 呃 呃 误会 不能说误会他啦 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公道啦 我还是尊重Respect 好不好 厉害 真的是厉害 然后说真的不只是王品 我觉得他应该旗下整个集团都一样吧 因为那个圆烧 圆烧就是那个王品集团的烧肉店 做的我觉得也不错 说真的 而且他们东西齁 不难吃喔 我说真的不难吃 所以他其实我就说了 我之前就有说过 外送其实只要做的不难吃 我就很感激了 他不难吃又这么贴心 所以我觉得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是 快要顶 外送快要顶天了啦 说真的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因为他整个流程啊什么的都弄得非常的好 那还有一张那个意见卡 就是你可以少QR Code去填寫意见 对不对 好 那反正我就是 讲王品就这样 那你要说好吃吗 我不觉得是好 不能说 不能说很好吃 但是也不难吃就对了 就是如果有时候嘴馋 你想要吃个牛排 王品牛排什么什么的 你就来了嘛 就来了之后你就 嗯 因为他是洗脖子 不能直接加热啦 不然你就是丢盘子 微波炉加热一下 这样吃 我觉得其实可以尿打外面 很多的牛排店的外送 就是棒棒的 厉害厉害的 对 好 那反正就是大家参考一下 我觉得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啦 该 该喷的就是喷 真的厉害的 我们还是要鼓励一下嘛 好 OK 反正最近就是看看 嗯 有事可以聊 就 就多聊一点 好 那刚刚还要讲到要聊什么东西 忘记了 好 先这样子好了 有想要再下次再讲好了 拜拜